我覺得這是最好的 我們說回國際事件 以下的戰爭 持續多久? 有沒有兩個月嗎? 不知道 10月4日到現在 未到超過一個月 一個半月 但是你看到 跟以往的以巴戰爭 今次是以下 都是一樣 都是一兩個禮拜最多 之後就沒有人理會 至少見到差不多兩三個禮拜 都已經沒有怎麼說 如果大家有聽 要緊跟的 你就會聽誰 Larry 軍武器嫌 軍武器嫌他們 他真的天天和你追 他也是分兩節的 天天和你追完這個俄污之後 就和大家追這個以下 是否有無關的 那現在的所謂的所謂的停火 所謂的所謂的所謂的 所謂的人道停火 所謂的停火 還未講的確實 是的, 凡事你都要有个开始 大家就丢了, 大概在四天里面就要交换五十个人质 以色列就会放五十个人质 不是, 哈马斯就会放五十个人质 就在四天里面放五, 大概每天 就是十几个左右, 最多十三个 有消息就是, 可能会额外放多一百个人质 换取至少现在四天的停火 以色列另外开架, 如果每天额外放十个人质 四天可以变五天, 停多一天 以色列也是这样说的, 他就会致力争取所有人质 如果你真的想这样走的话, 停火要停久一点 就是有数说 但是如果你看回以色列的外交部长都说了个底线 就是说, 大家如果要这样做的话 首先第一个人质一定要在星期四 就是明天的早上让我看到 如果不是的话, 后面所说的全部都看不到 就换取以色列那边也释放一百五十个人质 的巴勒斯坦人 会有户门, 内塔利亚湖 他就说四天里面放五十个 多数都是那些妇女儿童 除此以外, 邮战是可以讲数的 现在四天是最低消费 你额外放多一倍了 我就给你多一天 其实就不太合这个组合 现在你要加倍, 每天放多十个 即是多少个啊 加起来就是九十个 每天就应该起码超过一个星期 如果这样算的话 以色列司法部就公布了 三百个可能会获释的 巴勒斯坦囚犯的名单 那就调下你的人 现在我先放了一半 大家想放的话 互放人质, 互换人质的话 再调吧 说到底就是 大家在这里捷径牙膏 这个调呢 都叫做达成了协议 但实际上大家都摆明 是不相信对方的 那就逐点捷 与此同时 在停火期间 就会有几百两的 那些医疗, 燃料, 人导物资 就会送入加沙 也都呢 以色列就会在加沙北部 就会停飞 每天六小时 就是白天里面禁飞 就会在23号 即是今天 就是上午10点开始了 即是开始了 现在就是这样 停火就开始了 现在也好像没有什么意外 未见 以我所知应该未的 未开始 现在卡塔尔方面的消息 就是说 他看过那份协议 就说 停火期间 就意味着 不会有任何攻击 也都不会有 军事行动 就希望 双方 这个卡塔尔 就希望 就期望 可以达成更加大的协议 甚至乎促成永久停火 我想现在 就起码大家都争取 现在这个第一步 冷静下来 有一个休战先 然后看看是否可以 争取到停火 再讲数 最重要的就是有互动 有对话的可能 你才可以争取到停火 但是停火是什么丢 最后有什么丢 以色列是很简单的 他就像普京所说的 你要非军事化 要确保你永远 就不能武装自己对付以色列 这是诺塔尼亚湖 拿出来 说的 最终目标 最终目标 所以他一定是要 剷除哈马斯所有人 这个就是他放在桌面 争取的目标 如果他做到的 其实他是正职 哈马斯方面 当然是弱势 为什么你会突然间 我觉得这个时机 现在是可以放在桌面 我自己就觉得 这个很可能 就是跟这个拜扎会有关 这是代理人战争的 你认为 哈马斯后面 就是 伊朗 美国来说 以色列后面 就是美国 两个大佬 讨论 这就有刀 是不是 就是我自己就觉得 因为 你看到拜登 虽然在事前 拜集会之前 就跟大家做好那个 叫做期望管理 大家不要期望那么多 不要期望那么多 有对话 有对话 就是有刀的可能 你看到他们用字都 都非常小心的 他说这个是pause而已 pause 随时都会开打 但是啦 你拆枪走火 有些人 眼瞇瞇瞇 就会开枪 是吧 起码就能争取 而同时间 你又见到 中美关系 其实 有些 他公布出来 没有交代的丢 但是你看到 互相是是好的 譬如 习近平 你被拜登最后被抽水 他说你什么 又说你独裁者 又说你独裁者 然后你见到无铃 弱弱地反驳之后 没有下文 没有事 是吧 之后呢 你又见到 美国上个星期 又放宽了 解除了解放军 即是做搜证 监政中心 那个制裁 那另一方面呢 就在美国这一边呢 是不是今天呢 就说 争取到的 不是争取的 但你见到突然间发生了 就是这个万事达卡 批准在大陆去发行 开放支付市场 就是这个万事网联公司 万事达 现在就让他在国内 开办业务 但是呢 这些呢 就算是MASTER 也好 VISA也好 即使在大陆做 其实 他最后 是在里面 吓架你 是吧 大家都用了 银联的 那现在你会不会 你手机支付 用MASTER 支付宝的 已经是 很难想象 很难想象 但是这些甜头 给你 即是互通有无 即是银行 是可以发行 MASTER卡系统的信用卡 可以发行 那不代表 你可以和这个 银联 就可以竞争很大 银联是一个 结算系统 同时就是民间 这些方面 都连银联 都不是怎么用 因为中国民间 一向不是怎么信银行 反而是信支付宝 那现在中国 是不是在 智力 其实去搞经济 你觉得好像是的 除了见拜登之外 你见到又见昂田文雄 他今次 在APEX峰会里面 见昂田文雄 又没有在 骂人家 喝废水 你见到 上次在APEX峰会 他和 习近平和 岸田文雄 都在说这个战略护卫 都在揽头揽颈 岸田文雄 亦都有跟习近平说 要求尽快解封 中国对日本海鲜禁令 的那个禁令 那习近平呢 不至可否 不至可否 就没有吊齿来 你还好说 你合废水搞那些鱼啊 不吃得人啊 有没有这样说啊 因为呢 《产经》那些 已经是说过很多次的了 你帮大陆佬啊 一有 政府下完禁令之后 倒转头 就去这个日本海局那边 就不断做这个工业化暴鱼嘛 也就是告诉你听 就是说大陆佬吃着的鱼 其实都在日本那边 暴鸟回来的 基本上 嗯 那就 除此之外 有些互相示好的一些 迹象 嗯 好像昨天也有网友提我们的 就说紫荆党呢 他就说崔和风 这个前日RFA的报导来的 对了 就说紫荆党突然间 就说呼吁特赦那些抗争者 嗯 那就是这个 他怎么说呢 就是看下了 就是星期六的时候 是一篇文章 呼吁特赦 那现在你剩下来被捕 而又没有起诉 六千个嘛 对吧 那这一帮人呢 就尽快给我们决定他们 那究竟是不是你和拜登的 互动之后的结果呢 因为拜登也有个压力 是去制裁你香港的法官的 那现在这个会不会变成筹码 某程度上他和国会是在割力的 你不要以为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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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为自己有 不是的 是在竞争这一件事的 竞争这一件事的 嗯 那就是 会不会是大气候影响小气候 是吧 大气候就是集败会 那你香港那些抗争者的命运就是小气候 但是这些东西又说到夏宝龙在深圳里面见过三个副司长 但是我自己又觉得他见过三个副司长呢 有可能就是跟他说的那个什么 数码湾区 那个有关的 因为那个是大手术来的 就是全面卖港 就等于是 全面送中 那封鸣娟就说了 大陆都很信 是的 大陆真的不好信的 其实是 又或者这么说 崔和风这些这样的东西 刘瑞少就在RFA 应该这么说 以前都在花生台都说过 任何地方都说过十万次的 共产党就不会退让 共产党只会做战略性退却 战略性退却 就是休战 是的 给大家有一个喘息的机会 重整君庸 然后再跟你斗过 喂 打到差不多了 中场叮叮 然后大家先喝杯水 听一下教练怎么说 是的 然后再带回假牙 接着就在拳套上面 就可能伤钢片 是的 就是做出阴照 大陆都最聪明的就是 真是很混乱 是的 他绝对不会退让 什么叫退让呢 我绝对不会病 这个白毛巾的 大家不用担心 好了 是不是说 中国经济好不行呢 中国经济 当然好不行了 而拜登 一向你看着 其实中国 就算我不搞他 就算我不去 就是去挑战他 就是经济 不去搞他都好 他自己本身 都是千瘡百孔 物产经已经说过很多次 就是说中国的所谓的保五呢 就是实际上是等于反衰退 因为大陆佬为什么要这样出 他说日本很多的做统计研究的人 他们已经觉得你那些数据 某程度上是宣传用的 吹大自己而已 所有的东西 我不是尽量减5% 结果和现实差不多了 如果你说是减5% 现在中国的明年的GDP目标 有传就是财经 就是昨天 财经是不是大陆的财经 大陆的顾问 就说有传向中央建议 将经济增长定下4.5%至5.5% 如果这样计算的 已经是一个衰退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最简单就是 在疫情之前 大家看到 这个东莞那边虽然有厂执 但问题都仍然轻旺 你那些大厂执了 你就变成了一些小厂 都还在工作 但是如果你现在再看看 大陆的那些影街的YouTube 是萧条得很恐怖 这些不是叫衰退 叫什么 你回答我了 虽然你说香港人 现在说什么想去深圳消费 大家去的地方很有限 如果再北上去厂区 大家看到那些鬼城 就真的可以在那里 逃出塔科夫 中国经济不行 要去看看这个 贸易 你现在看到 其实是结构性的 你现在看的那个 叫做洛克菲勒 诺克菲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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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说原来 如果你说说贸易来计 就是以前中国 就一直在那里 就在那里说 世界工厂 对不对 世界工厂依然是 但是现在 你的全球贸易占比 已经是由18.4% 就降到17% 刚好就超过六分一 全球的六分一的一个贸易量 但是呢 如果你说跌幅来计 已经是老毛时代最大的跌幅 这个当然是习近平一手造成的 还有大陆的厂 你看到他们已经主力 是在做内销的了 出不了很多东西都 是啊 那你靠这个一带一路 那些穷国家 然后去商量 其实说真的 以前就算是 印度其实买了不少货 很多消费品 尤其是手机 印度很喜欢买小米手机 嗯 汽车也是 便宜的嘛 很多东西 所以其实你和印度的关系 搞得差 是我狠狗的 你欠一个什么地方 欠一个壮男 你经常去挑衅 你和印度人 经常在那里眼啪啪 又在那里玩狼牙棒 其实你自己不得了 其实是 不是差狠狼那么简单 是因为中美交互之后 拜登那边 又想抢他生意 他要建立一个 就是岛链围堵的话 印度就无端端 就成为了一个主角 而你共产党在他的角度来说 就是说 你这么快就打算转去印度 不如先移动印度 结果是令到印度非常之有戒心 以及 你比印度佬 印度佬是很厉害的 印度佬是好处主意的 是吧 喂 你现在和美国站起来 没有的 我不是说和美国佬的意识形态 大家觉得 哇 星星相识不是这样 是因为 喂 你现在所搞的这个什么 印太经济 是吧 关架 就是要挟走你的中国 那些叫生产链 就是要挟走你的供应链 让你不要 整天拿这些人威胁外国 坦白地说 我们这些做过家闻的人 都知道 早十几年前 以黎智英 港商 以黎智英 作为善区 他已经是说去越南去柬埔寨开厂 喂 大家觉得 黎智英 在苹果日报倒闭之前 黎智英财务很不叻 叫做苹果财务很不叻 黎智英 他本身在东南亚经营这些厂房买卖 本身都叫做财政上面是ok的 是的 一个黎智英尚且如此 你想想其他如果规模更加大的港商 规模更加大的 甚至你看到很多韩仔日仔 他们真的在东南亚开厂 他们的规模本身已经是准备着 看看中国打后有没有其他地方 更便宜的地方生产 黎智英就选择了泰国 黎智英就选择了泰国 你看到他们在泰国的开厂 规模很大 因为疫情之前本身已经成型了 东南亚整个工业生态系统已经成型了 所以特朗普才敢以东南亚作为back up 去到打贸易战 然后疫情打后 中国和香港 锁国 是令到整个东南亚 以至到印度孟加拉的生产更加蓬勃 所以才大条道理 去中